这是他的PK装备 好了 兄弟们看一下这位吉江 吉江正是已经有半只脚 一个身子 只差一个鞋带 没有进入这个五神坛的玩家 炮哥在89级的号的表现 89级的号 89级的号的修炼 人修宠修八修全满 给他个1600 辅助技能 强壮神速29 也是一个满的 再加上一个400 89级原始正足 魔祖师多岭地府 只看魔祖就行了 无底洞 再给他加成一个400 转门卖花的钱非常多 数寸点早就已经保持完了 限量祥瑞 这个有一个地江500 海存恋人有个500 深海狂沙 保底1000 冰晶魅灵 500 七宰小旅200 龙骨 骨龙350 玉址扶养200 行囊 关键是89级的号 最关键的点 最值钱的点 看 神器 89级没有神器 889级搬家 歇了口气 神器的话弄起来很贵 锦衣的话 8000 再加2000 1万 360 这个小老虎有点潮 翻版1500 这套500 看看有没有金色ID ID是5倍的 5987 5987 我就霸奇 但是没有金色ID 施法的时候有比亦飞 比亦飞 用2万积分兑换 实际花费5折出售 大概花的是一半 一半的话差不多 可以3000 然后再看下子女 子女魔镜还是仙丽 仙丽 仙丽 仙族一定是仙丽 魔族的话一定是魔镜 当然除了神马之类的 万宝金甲的907 加324加43加上一个358 牌子1682 还不错 7500 8000 好了 到这块还是有谱的 一算到装备就没谱了 兄弟们 有没有89级的玩家 值得这个腰带能值多少钱 90级的愤怒特技加简易 再加上一个套装 一般来讲一个80级的愤怒特技 人造的话 大概是2000块钱 加套装的话是个3000块钱 简易的话 跟80级同样 同样为孔 同样为孔 然后 孔同样为三个 但是90级有牌面 然后熔练的上线会搞 另外90级的话 一定人造的 这个所以说 如果是80级是3000的话 90级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1万多 但是我不确定准不准 这腰带给它算成一个13000 然后给它打个问号 等会儿藏宝哥看一看 140的无级别鞋子 基本上高属性的话 不达宝石就10个W以上了 85再加上10 防御95 敏捷的话一个56 鞋子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17万 17万5 帽子的话 无级别笑里藏刀 兄弟有人知道价格吗 这种东西太久不看了 无级别加笑里藏刀的帽子 这个70级三口 无级别加特技 帽子的话 宝石钱的话 大概是一个2万 加套装的话 给它个2万1 帽子本身的话 给它算上一个2万2 2万1加2万2 4万3 给它打一个问号 这俩等会藏宝盒 再看一看 项链的话 野兽加神龙加猫灵 这个项链的话 一般对不对 用猫灵的基本上 不是物理系 野兽加个神龙 这个项链估计 可能也就个1500 灵力比较高 是175 野生极限灵力178 给它算个1800 150的无级别衣服 加敏捷 保底的话 应该是一个 258 加上一个17点防御 275的防御 20再减去个5 再加上龙链的14 这个衣服的话 减去5的力量弱 单纯不忽视的话 34点存景节 剩一个1.5 战神爆爆打造 加上275 衣服的话 318 衣服的话 差不多能卖上一个18 加套装 加宝石 22左右 这个衣服的话 我也不太确定 这个衣服的话 打到10 感觉有点屌 紫禁城运过来的 抱抱2Y 强化挡造 衣服的话 单价极限敏捷 20万 未必能下得来 但综合属性的话 也并不是特别高 然后为什么宝石 打的是光芒 16段也不算高 武器 破甲神 有这种东西 对吧 不好说价格了 看零食吧 超级简易 超级简易 双防御气血 100级的超级简易 打十段行为 个人觉得 行为时的钱 可能 个人觉得行为时的钱 可能比零食要贵 零食的话 我估计可能是个 1万多万钱 100级的超级简易 防御气血的 先给它算是一个 1万5 加上一个3万 4万5 这个零食的话 双 气血防御加法防 封印加21 这给它算是个5万 再拿个笨号 戒指的话 三封印 80级的35性零食 应该不会特别贵吧 封印这种东西 80级的话 只有89级能用吧 那低等级 任务用不上封印 PK 对不对 只能用自己等级的 60用60 80用80 100用100 我估计一个 差不多1万块钱 它这个属性 都是爆了一点点 一个给它算上一个1万2 应该是够了 1万2我觉得应该肯定是够了 肩部的话 现在的话 8级的话是1万5 7级的话差不多是4000 4000再乘以个4416 再加上个1万6 精青的人造项链 这个应该很值钱 精青的人造项链 估计得个项链 应该是得个2000多 再点完套装 估计得个3000多 179灵力的精青项链 估计给它一个4000块钱 灵力太高了 这个效力藏刀简易是没有 是简易是无所谓的 效力藏刀神农家 再加猫灵 高灵人造的同时呢 还带了一个套装 这个项链估计比这个精青 可能还要贵点 效力藏刀家神农 像你像100级的大特技 加神农的话 它比传统的价格贵了 差不多5倍 那像精青罗汉的话 差不多可能贵了8倍 这个有神农 特技也还不错 这个项链估计 等卖上了个6000 差不多 很多装备都是高灵细节比较好 只能是尽力要来看一下 因为很少看到80级的PK号啊 好了 这两个封印 这区别在于虽然都是封印 但是这个呢 是肩部套 这个呢 是心无旁物套 心无旁物套是一个地府 地府还戴了抗风 地府本来戴抗风 再戴五孔鞋 还有一个无级别项链啊 不太高 不太搞得懂啊 这个超级紧引一灵式 还是同上啊 四万 四万五 抗风的法房 抗风法房 四万五 这个戒指 三速度的啊 估计也不值钱 速度的话 跟刚才封印的话 差不多是一个道理 PK用任务用不了 这个零式封印的话 属性比较高 三个全都报给的 算是高一点 一万五 心无旁物八级的套 跟心原的八级套 谁之前 我估计现在应该是一样拉话吧 八级的套装最便宜的 心无旁物多少钱 不知道 真的没有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八级的 心无旁物 抗风的 抗风的 谁会用呢 我还真的没见过 有人用心无旁物八级 从此不配怀念